台中第六选区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的首场车队扫街 就特别回到了台中帮江兆国驻卷 站上宣传车亲切打招呼 台中第六选区立委候选人江兆国 攜手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展开车队扫街 这也是林嘉隆的第一场车队扫街普选 特别来为子弟兵驻卷 江兆国在人格上值得大家信赖 他的真心 诚意 为民来服务 是大家都感受得到 那我要号召大家做江兆国的分身 那厉害林嘉隆能够来堪行江兆国 有江兆国 车队行径处有不少支持者热情回应 江兆国是现任议员拥有地方实力 期盼转战国会继续打拼 开始这个地方是由我们林嘉隆秘书长 所建立的摊头堡 延续的这位黄国书委员 也长期在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活化上 也尽了非常大的心力 我希望我能够很顺利的来承接这个任务 我有我的使命感 因为这里是我生长长大的地方 台中第六选区12年来都是绿营立委 这一次选举国民党推出现任议员罗廷伟来出战 也要选情变得格外激烈 双方接战到最后一刻 立委这一席落在谁那里 就看选民手中这一票 这里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